頭長今天安吉真的是太強了 還有萬潤 哇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宣布這個好消息喔 那今天台股下跌168 可是你說下週會一路發 真的嗎 有機會有機會 雖然今天外資的大賣 可是有機會 為什麼我跟妳講的邏輯思考 而且我大人預告 大家很多人就說 以為說和平協議有了 以為說和平協議沒有了 我說俄物的和平協議 可能近在眼前 因為中國這個動作很重要 還有我們烏烏這樣的安吉有夠厲害 脖子有夠厲害 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會教你一些獨家技術分享 這些獨家的教學 通通獨家的標果 通通在我們今天榮耀華爾街 一定要看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3月11日 台股開盤17373點 中場收在17462點 跌168點 俄羅斯跟烏克蘭外交部長進行談判 但是雙方是沒有達成共識的 那也烏二戰爭停火的希望破滅之後呢 交襲了華爾街逢低買進的動力 我們看到晶片股重創 10年期美債值率率目前回到1.99% 那原物料價格也是保持在高檔的位置 每股四大指數全數翻黑 那台股大盤在昨天大漲收復年限之後 今天再次失手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續全台灣Fly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同志好 Roy 各位同志大家好 投資長 哎呀 今天財富下跌168 但我看到你標題寫說 下週一路發 喔 看起來是 答案都告訴你囉 喔 沒有啦 沒有一定啦 沒有一定 老實話沒有一定 好不好 沒關係 可是我跟你講它機率有點大 好不好 想要跟你講為什麼好不好 來 您繼續說 對 因為同志長其實預告很準喔 有跟大家講說這個16764低點呢 會是近期低點了 現在還真的是這樣子嗎 您覺得嗎 還是喔 為什麼 因為它最恐慌的時候是 其實已經要抵制了嘛 是 已經要制裁了嘛 其實該抵制的全部都抵制了 喔 最恐慌的事情 最恐慌是石油嘛 因為你看到一開始是說 Swift 不是 它不是說Swift 它絕對不要 對 之後有就Swift 有啦 對 對 是不是 連Swift也要送到他家的門口 沒有啦 這不好笑齁 Swift 然後金融那個交易系統 好不好 然後 Swift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說 後來就是說 欸 我沒有要抵制石油 因為石油 它一直講喔 我們要抵制他 我們要Swift喔 因為造成我們通膨大增喔 是 結果沒有喔 其實美國是這樣子 美國是這樣子 到參眾議院 民之所在 的地方 他們就會去做 參眾議院 他們都 像民調覺得一定要制裁 一定要制什麼 制裁蘇二 所以連什麼 石油也給它制裁了 是 你聽懂嗎 其實我們沒想到說 其實拜登很奇怪 制裁石油以後 結果還是要說清潔的人員 不是那個掃地清潔人員 是清潔的人員 是 能源 喔 對 我剛剛以為是清潔人員 是清潔人員 所以這個 他們還是不用裂岩油啊 裂解的石油啊 好不好 覺得 會對環境不好 還是要環保 還是要環保 可是問題是你要環保 要馬爾好馬爾不止草 油價就散去了 好不好 這是問題在這邊 好不好 來來來 但頭長今天很多股票都很強 我們看到這個五虎降 有的朋友現在應該是 心裡很安心 安吉很厲害耶 漲幅超過5% 漲幅超過5% 還有萬潤 今天也是非常亮眼 頭長等一下會帶大家看這些股票 我現在還沒講完的話 我說其實這個會變成說 這個該恐怖的地方都恐怖了 所以其實不必在緊張 好不好最恐怖下去 所以這邊 我覺得這個低點 我反而覺得有機會 如果妳再回撤這低點喔 是 最壞我記得他 最壞會像15159這樣子 是 那妳看喔 1519 妳看這邊低點是喔 這邊低點是159 15165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喔 視力不錯喔 這邊的低點 跟這邊的低點有差嗎 15165跟15159有差嗎 沒有差 我們說沒有差 這邊其實妳都可以買 妳懂不懂 是 這樣懂不懂 所以他如果現在台股喔 如果再回撤的話 妳這邊就開始要買了喔 好不好 還沒進產妳要趕快買 好不好 如果萬一我回到這個區間 妳聽懂嗎 妳就要買了 好 其實現在就可以買了 因為基本上我認為破底的機率不高 是 我想前提 可是問題是喔 今年有點命運多船啦 是 有時候空頭年也是命運多船 那可是問題是亞洲股 那個美股喔 有些股市跌入空頭了 對 它馬上上上去 跌入空頭的定義是什麼 百分之20%嘛對不對 是 那費半啦對不對 已經跌入空頭了 可是納斯拉克 跌入空頭又馬上彈起來 馬上 對 所以還有的就 那我最怕的是什麼 我最怕的 這就是我最怕什麼 我最怕的是 大陸股市 大陸股市今天 港股科技股 沒來由跌8% 對 跌8%其實為什麼 因為現在他們很怕 把中國跟孰兒子連在一起 是 所以有些資金很怕 因為妳都會聯想到啊 如果中國我也抵制了 怕有貢獻 我俄羅斯的基金 我連孰都沒辦法孰回 對啊 怎麼辦 會怕嘛 這個中國現在很多都 俗為草原恐怖 他怕下一個是中國啊 真的真的 你美國說制裁就制裁啊 可是我覺得這次習主席 怎麼樣 我說老實話 他感覺就是站在烏克蘭這一邊 是 我覺得他有掐指一算 真的真的 你看起來真的喔 我沒想到他居然怎麼樣 是站在烏克蘭這邊 首先表示震災嘛 第二個就表示說這個 其實他覺得這種事情 他覺得比較心痛 是 他比較站在烏克蘭這邊 發表相關言論 是 都站在烏克蘭這邊 比較以和平協議為主 嗯 我覺得這個會造成普丁的壓力 好 這會造成普丁的壓力 這是極大壓力 因為說好實話 如果連中國都不支持你 你還要混什麼 對 唯一的盟友 可是我沒想到習主席這麼快 是 所以代表第一件事 中國現在景氣 軟著陸或者硬著陸 不管是軟著陸或硬著陸 是 的跡象都非常明顯 你看股市都知道 好 所以我跟你講這次好事也是壞事 代表是 什麼 呃 今年 我覺得今年最大的危機 我覺得是陸股的危機 你記得這句話 好 我知道譬如說像有些 有些比如說財經專家 謝金河什麼的 他去年會講入股危機 是 我覺得不是 今年才是入股最大危機 因為你看這種走法 好 借我這句話 我看還沒有分析師 檯面上還沒有重量級分析師 我來重量級了好不好 是 手折也有七八十公斤 算重量吧 重量級 那為什麼要笑那麼大聲 好 那我笑小聲一點 你不能因為你最近減肥成功就這樣子嗎 沒有 是不是 好 來我們看 趕股 重量級分析師給你預告 好 我覺得今天最大的問題 是 反而不一定是二無一提 對 我覺得有機會 是那普丁 說好說好 可是我跟你講喔 普丁是一個已經 我覺得他可能是 因為有些人到年紀老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 到一個年紀老的時候 他腦袋會退化 情緒會比較易怒 我覺得普丁可能這個時候是這樣子 所以沒辦法控制他的情緒 對 比較固執 你看有時候 如果有時候真的是老年痴呆的話 我們不能說他老年痴呆 真的老年痴呆的話 他會脾氣易怒 你懂嗎 那其實這都會造成那個情況 所以他現在普丁是不是這個 已經不可測的情況 是 這個很難說 所以我只能說 基本上我覺得正常的人 都一定會談判 而且會成功 好 你聽得懂一件事嗎 可是我覺得今年最大危機 反而是入股 所以要注意入股 好不好 我覺得二無危機不是問題喔 是 希望到時候不要播出重播 因為播出重播之後 那代表有大事不妙 對啊 好不好 來 大事不妙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大一大二大三大事不妙怎麼辦 那怎麼辦 大事要怎麼樣 就要畢業了 畢業了 散了你就要從股市畢業了 好 不順便的時候catch到我的點 所以港股是跌成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 台灣股市比較強 今天港股科技股喔 跌了8% 是 後來拉起來了 拉到只有5%以內 散陣指數也拉起來了 A50也變漲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小稻窮其實會拉起來 瞬間也拉起來了 不錯 我還是認為會談判 你給我解釋是喔 前一天是不是還沒漲之前 我就跟你講會 會有機會 見一線曙光 現在沒有了嘛 是 要是沒有了 我跟你講還是會見一線曙光 你相信我下禮拜就說有了 是 跳出來了 你打我跳進去 你打我跳出來你打我 跳進去你打我 到時候讚之後就和談了 相信我 好不好 因為他們這隻是死無前例的利盜 有沒有 真的 那個uniculo 是不是這個 現在uniculo你知道嗎 衣服嘛 現在很多人 uniculo 之前不是也是有你哭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說 俄羅斯人也需要 穿我們的衣服 你們不可以制裁俄羅斯人 是 結果一大堆人制裁他 喔 對 他們社長受不了 說對不起 我馬上現在 關掉 關掉所有在俄羅斯的人事 是 所以現在俄羅斯其實有一些影片啊 嗯 他把那真兵的鎖對不對 燒起來 看贈啊 是 你知道現在人民 其實他反戰意識非常強力啊 現在之前為什麼美國越戰打不下去 一堆我拒絕爭招 喔對 反戰情節 對 反戰情節 因為 烏克蘭對他們來說是兄弟 是 你沒必要打 而且你現在打一打打 打得對我什麼利益 他們覺得對你不是那種意義啊 怎麼樣 他又不是在進攻我 是不是 我為什麼要死那麼多人 現在其實手機 手機實在是 他們 我問一下 書二還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他們對手機控管 沒像中國那麼厲害 真的 你懂我意思嗎 網路控管的部分 網路控管的部分 好不好 不用翻牆就可以發影片了 對 所以這個 所以齁 某種方面其實這邊 這個中國略勝一籌 可是你現在為什麼習主席 他這次會表態 是 而且其實商務部 他們美國商務部也說過了 他說你如果在站著我中心 如果敢給我提供任何高級科技的產品 你慘了 我絕對要抵制你 我讓你活不下去 他最後說了 我發現中國最近蠻聽話的喔 對 你聽得懂嗎 這很重要 所以中國其實這次覺得說 我不能跟俄羅斯站在一起 他一定是中國景氣發生很大問題 他不得不怎麼樣 稍微低頭一下 可是這個低頭代表一件事 會因為這個低頭代表一件事 中國 俄羅斯 會因為中國不支持 會加速跟烏克蘭談判 和解 和平談判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的邏輯 可是也因為他願意低頭 也代表 中國景氣比想中差很多耶 是 是 借我講這東西好不好 好 那不論對我錯的一切就要到前面 那我昨天跟你講 我昨天是不是期貨 空單來到這一年多來的新低 對 我是很厲害 對 那我是跟你講說 因為外資現在手邊的錢沒那麼多 是 那有人完全是批評我 那投資啊 什麼外資沒有錢 真的因為你贖回的時候 你有時候你要保留一些現金嘛 你不知道誰會不會再贖回 對 那這個時候你保留現金 你剛賣台股你保留一些現金 可是你看好台股怎麼辦 買期貨 好 那今天台股跌的人說 投資啊那為什麼他要看空呢 不是 因為期貨的淨空單 它是個淨額 淨額是可能你買 你做多兩萬口 是 看空一萬 看空三萬口 最後是看空一萬口 好 那今天下跌就會有人怎麼樣 做相對的一些交易 或保護的交易 是 你懂不懂意思 因為系統性風險有因應的交易 對 你懂不懂意思 所以就算今天有人看好台股了 他也會因為下跌 收手 那也有因為台股下跌 系統性風險的疑慮 這邊空單疑慮會增加 正常的啦 是 跟你講 好是不是跟大家 可是這長上去你相信我 多單會增加速度比你想中多 好 為什麼 因為他資金是不得不測 好不好 好 這些跟你講的邏輯喔 所以今天趕快講的 今天這大盤是講這些的 不要講太久 幾分啦 你看我今天很早就開始講那個了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168 趕快講一下股票 168 168 對今天大盤下跌168點 但是有些股票真的都是相對抗跌的 像剛剛有講到的是安吉 就是我們五股價有第一檔公佈的 五股價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你們知道 五股價 然後打電動一樣 登登登 登登登 手速很快 登登登登登 你再講五股 他我就可以講完 手快衝心了 好 我們製作人都笑了 結果很無聊 好來看一下 安吉 脖子 我看得到沒有 六四七七 小時候 我不知道肉眼會玩手遊嗎 手遊比較少耶 我小時候很愛玩耶 我年紀快要透露我眼睛 我以前是喔 你的小時候有手機遊戲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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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你 任天堂 欸怎樣 任天堂 我以前任天堂喔 任天堂喔 小時候任天堂 快講特兒年紀來 任天堂 超任好了 隨便你們 也要搬電視的你知道嗎 我為了打電動我要搬電視 搬到我房間去你知道嗎 玩得非常的那個 我們有見識過啊 因為之前那個公司聚餐 聚餐是不是 是不是我厲害 是 投資長的電動遊戲 太厲害了好不好 好 格鬥遊戲好不好 對 真的 格鬥天王 好 像你前講 我知道我年紀了 好 這麼重點 我有時候玩遊戲喔 有時候很好玩 可是有時候 我現在都完全不玩遊戲 我沒有玩手遊什麼 為什麼 因為古斯就最好玩的遊戲啊 他可以讓你賺錢耶 真的 是不是 你贏了又你會覺得 哇 我就是資優生 你懂不懂 我連8倍都可以 你懂不懂那個感覺 一般的手遊遊戲 已經沒有辦法適及到我人生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不玩了 完全 完全吸引不了我的任何感覺 你知道 那時候我每天都玩 就跟你講 你看 就像你一樣 你就覺得破關了 現在這麼難玩的遊戲 你可以破關 難玩不是不好玩 這麼難破關的遊戲 你可以破關的 我好找到最標的標果 安息 現在大家都有了 是不是 沒有關係 來看一下 投信 如果看清楚啦 投信什麼時候買 最近的款買啦 投信是不是跟在哲哲的後面 隨便whatever 他們其實這邊也有差不多都買 可是呢 沒有 朋友 你去看一件事情 可是 在這邊又立買了 是哲哲公開台以後 你說投信有沒有看我節目 我不知道 反正很多人看我節目 朋友你記得一件事情喔 我是全台灣LINE粉絲最多的 如果有個分析師 來說 他分析 說他LINE粉絲是不是最多 歡迎比較 我直接下來一曲弓 我直接下來一曲弓 好不好 這我跟你講 LINE我們十幾萬人 Telogren大概五六萬人 是 Telogren頻道五六萬人 那這個LINE可以發訊息 可以我發給你 你發給我 這Telogren只有我 我發給你 你要發給我 我要加Telogren個人 好 那LINE只有80%的文章寫在裡面 100%的文章寫在Telogren 因為Telogren還可以追溯 你可以追溯到 2020年3月19號 哇 有個 很誇張的分析師在8523點 叫你用力買 然後跟你講 我知道你還有錢 從此一炮而紅 本來就很紅的啦 然後一場演講2000人 前無國人後無來者 歡迎比較 也沒有人 那個演講人數比我多 來 所以LINE 加 Telogren 也加 都可以加 好不好最好加Telogren 如果你們介意Telogren 本來Telogren之前會有很多廣告 你可以把它封鎖 像Telogren有那個 拒絕別人亂加你 好友 好不好 那IG也有 IG上上禮拜才開始了對不對 對 也是會發一些比較無聊的有趣的 像昨天我聽到一個新聞 有人說 有人說偷歸啦 是 不知道是捷運還是公司上偷歸啦 因為台股跌了1000點 銀行含怨 壓力很大 這麼大嗎 對啊 我在IG上你就寫 我在IG上寫 你這樣跌1000點就不行了 那金融還要跌5000點 那你不知道怎樣 偷歸來偷一堆東西耶 是不是 沒有 有些講比較好笑的話 那怎麼樣 只能在IG上 好不好 另外一個我 私生活的我 好不好 喜歡 如果你已經自認是折粉了 就說我支持你 你不能講什麼笑話都很好笑 藍笑笑話也很好笑 那IG就加對了 這邊 我可以搞出一個更搞笑的我 伸出來 伸出來給你看更搞笑的我 好不好 扯遠的 安琪也是一樣啊 很多人這樣 欸 怎樣呢 幹呢 我台語是不是比較準 對 安琪噴出去了 你有沒有看到為什麼 缺電概念股嗎 今天會缺電 我告訴你我覺得今年還是會 我想缺電我怕這什麼生氣 跳 跳電 今天還是會停電 這不會生氣吧 觀眾朋友們拜託 手上求勞 那個 停電 今天還是會停電 我不要說缺電 反正 文字遊戲你們喜歡開心 很開心 最好是我預測失誤好不好 因為我相信 郭台銘董事實上的預測 而且不論是停電缺電 已經停電好多次了 這也事實 這也代表備電不足嘛 備用的電不足嘛 這是事實嘛 那你怎麼會說電量會充足呢 但我不是在玩文字遊戲 我今年就是要停電 我不要講缺電 停電 我最主要的去就是停電 投資朋友你不要這樣子 支持政府的藍貨綠也在罵我 證實我都有投過 誰做得好我就覺得OK 像我覺得政治政府防疫超級好 全世界積優升 可是我就不認同為什麼今年 為什麼不讓所有人得一輪 難道是為了選舉嗎 好的事我就說厲害 反應特別厲害 可是我去開發開發 為什麼我要被關禁閉關三年不能出國 我受不了 是我的想法好不好 好 我都講話我算很課 算很課 不是很中立的一個人 好不好這跟大家講 我都不去失望馬歐跑的 好不好 很中立也很龜毛的人 所以常常看到我在用領巾啊 好不好 用一下 那沒關係畫面給肉依 肉依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是我們剛剛看到安吉 那也想知道五虎醬 因為其實今天表現都是相對抗疊 我不知道五虎醬後續走勢 投資長怎麼看 還有今天這個萬潤 也是漲幅超過5% 投資長可以帶我們來看一下嗎 好 你明明覺得今天喝這個水 跟昨天喝那個氣泡水感覺其實不一樣 就是這樣有差對不對 有差對不對 你看就是很現實齁 沒有就是很現實啦 每個人對美感不同嘛 你知道嗎 所以分析師的體態啊什麼 做每個動作都很重要 是 所以你看昨天喝個水啊 網路上有好多截圖喔 幸好你們有跟我強調是氣泡水 我們要喝酒好不好 對 我不太喜歡喝酒 來 我們來看一下啊 6187萬潤 畫面給我 萬潤怎麼看 萬潤就是要噴出去了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 萬潤之前本來就要創新高 他是被大盤打下來 所以你要記得一件事 你要找那個前幾天創新高了 像我回去選股喔 比如說我這樣講喔 讓你們看大盤對不對 大盤什麼時候開始跌 這幾天開始破底對不對 對 這邊還沒創新高對不對 對 這邊還沒創新高對不對 3月3號 像我這個軟體就可以這樣做喔 這是永鋒的一一的 缺點就是有時候 一點點不穩定 可是我覺得還不錯啦 這是3月3號對不對 好 我就會在3月3號的時候萬潤對不對 來喔 這邊3月3號 有沒有看到3月3號嗎 3月3號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萬潤是少數3月3號還創新高 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看到嗎 台股那時候是要反彈的時候 我再看一下一次喔 台股要反彈的時候 這一波有沒有看到 對 彈上去馬上 A B C波嘛 彈上去本來以為這邊 這邊有機會創新高 對可是還沒創新高 可是台股還沒創新高對不對 直接下下來 它是因為大盤關係 被因為二物戰爭跌1100點嘛對不對 嗯 這個幾乎所有股票跌 好所以你在這邊 我會做一個小技巧 告訴你喔 這個比我現在的技巧 就是實戰派 比你外面看的書 都來的有趣多 也實戰 也實際多 我3月3號這邊創新高 是不是如果那時候大盤 再創新高或再往上攻 不要破敵的話 是不是萬潤有機會創新高 是 所以你要去找那個本來要創新高 因為大盤 因為系統性風險 因為復潮之下 玩軟的股票 喔 讓它不能再創新高 那這些股票你要再買 所以這個時候萬潤買是對的 你聽了嗎 好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我說安吉 你看一下 如果你看 因為安吉在主界 3月3號的時候什麼時候 3月3號的時候要創新高 難怪後後沒有創新高 所以同理可止 這樣懂不懂 懂 那有學到的東西吧 嗯有學到 來博治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一樣 是 3月3號是準備創新高 對 你看喔 我這隨便講一下喔 我這個節目 我今天這一段沒有REA的喔 對 所以你看喔 你就會放從我中心 你會學到技術分析 有人會說投資啊 你的技術分析沒有用啊 我補屑啦 我沒有這樣 想成這樣怎麼誇張 我說技術分析可以 可是技術分析有技術分析滿點 你要配合總經驗 你懂不懂 是 之前很多人說二戶戰不重要 那為什麼二戶戰跌那麼多 總經擺就最重要 如果你 如果你等一下跟我辯論說 總經不重要 你的邏輯完全錯誤 你的邏輯完全不對 頭長我是基本面的 我跟你講喔 我是要越買越低越買的 我跟你講我還真的沒看過有幾個散戶喔 爆股票可以爆的比我久 你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是 頭長我是基本面的 我買股票買了很久 你知道不只一位會員這樣跟我講喔 我跟你講頭長我不喜歡那個 我買的老師今天買明天賣 然後我買了一個禮拜喔 賺了一根掌停榜喔 自由遇過賺一根掌停榜喔 會員打斷來罵我喔 頭長 為什麼 啊我是我跟你講 那個 你這樣股票放太久 我說你不是要長期投資嗎 我嚇到了 什麼 一個禮拜還不夠久嗎 因為他長期投資是 一個禮拜算長期了 是是是是 每個人第一不同嘛 標準有點不一樣 你懂不懂 是 來 所以這笑話也是實話 為什麼要查這個東西 所以我是技術分析 你要去看什麼去想法 這個邏輯上 技術分析也有好 可是怎麼實用 我告訴你就是3月3號這一天 創新高的時候 這要學起來喔 不能跟你講這種 你看3月3號是不是他準備要創新高 對 所以難怪後面會創新高 老師我都竟然選3月3號那附近要創新高的股票 博智嘛 安吉 是不是你看喔 我這個都圈起來 我這條線就是3月3號 所以什麼股票就是3月3號 那懂不懂 這樣看了沒 這樣看了沒 我都竟然選3月3號創新高 有沒有看到萬瑞 難怪他會怎麼樣 今天再特別講 懂不懂 209有答 3月3號沒有創新高 可是Roy有沒有下來 沒有 大盤3月3號是開始下來1100點喔 對 第一種做法是3月3號準備創新高 第二種做法是3月3號以後 這段時間還是沒有破底 那也很強 所以有答要噴出去 所以現在都選高整體股票 我每天投資長 阿妳就會直接講有答 阿妳就會直接講 呃 甜點然後咧 然後那好股票阿 妳這樣有有答的人 妳會心情不好嗎 瑞 有答 對啊現在看起來真的很強欸 是不是 是啊 你現在有了有答以後 就好像那種 曖昧的感覺 什麼曖昧的感覺 有答以上 戀人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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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戀愛的感覺 有戀愛的感覺 酸酸甜甜甜的 這個股市跌好多 好酸喔 是 可是有答好甜喔 是 好不好 酸酸甜甜的感覺 所以這個有答現在那種感覺就是 有答以上 戀人未滿 好不好 這個感覺是不是很棒 所以這樣3月3號這個時候 我來教妳喔 3月3號那台股市跌下去喔 對 可是它呢相對而言呢 怎麼樣 這邊 你看起來是平鋪直樹 可是已經很厲害了 這是第二種股票 在那時候沒有創新高 可是也不錯 居然這幾天沒有跌的 它就會再往上展 所以我教妳技術分析 不是沒有交喔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投票表決 頭展 那個技術面要講多一點 覺得技術面要講多一點 你可以按加1啦 好不好 而且這個加1 跟你外面買的書 絕對不會有 因為我過頭最討厭就是講重複的話 因為肉依就知道 我試一下我講 重複的話我大概講兩次 我就會 受不了 對 你這個不需要點頭那麼大力 我這個個性很急喔 我就大概講三次 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 我教的東西一定都是 人家沒給妳教過的 沒錯 這是實戰教學 好不好 記起來了沒齁 有些相對應的一個比較 就可以知道 好來 順便來跟大家講 來看清楚 賣超 賣超很多吧 賣超2261 是 226億 會不會賣超226.6億啊 就變莉莉拉拉了 一個是莉莉拉拉 一個是下點168 到底怎麼看 我還是看好 好 就跟你講一件事 其實外資它是不得不賣 就像金頭海嘯的時候 外資也是不得不賣啊 對啊 那你覺得有腦袋的會覺得 那幹嘛賣 是不是 金頭海嘯台積電 40塊 你現在都笑那些人嗎 可是 現在就有這些人啦 可是我看今年真的難做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記不記得我剛才講一句話 為什麼下週168 對 下週要幹嘛 廢的什麼 廢的利率會議 是 幾號 17號凌晨 台灣時間凌晨 不錯你背的比我還熟 你記得比我還熟 好 來 17號 隨便問齁 這都沒Re搞的 17號 17號以後對不對 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匹吉泰來 那個前提是沒有 停滯性通膨 是 匹吉泰 有停滯性通膨的時候 還是會股質跌 如果按照歷史紀錄 那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一直講清楚了 我覺得只要普丁有稍微的推浪 那就有機會了 好不好 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覺得會 不得不啦 如果連中國都沒站在這邊 好不好 可能你說通膨那你又說 會比例太來 你又說現在停滯性通膨 你這樣不是矛盾 是 一點矛盾 我最後覺得通膨還是會下去 我覺得 可是很難說 因為之前俄羅斯 侵占的克里米亞半島 對 他制裁都沒有消失 都沒有消失 可是我覺得可以喬啦 我可以喬 我覺得還是可以喬 好不好 好 我覺得也可以喬出來答案 來 來 2303的聯電 對 這怎麼樣 我就跟你講了 那時候一樣是600元跟60元的聯電 結果像是 575跟什麼 52.5這附近的 聯電 是 差多少 差5塊錢 你這邊買 聯電你注意看喔 我只問你一件事 聯電投信有沒有買 有 我看投信最近比外資還準 這些外資我跟你講 沒有天良 出事第一件事怎麼樣 就不理你的 對 我只跟大家一件事 來台積電 露你這個昨天問題很好問 是 2月大部分台股都贏收嘛 都衰退 平均大概衰退在15% 對 我只告訴你 跟1月贏收比 因為2月工作天數很少啊 是啊 跟去年1、2月工作天數來比的話 都在更少 今年2月工作天數落差更大 對 休息更多 好 那今年2月工作天數 這麼少請問一下 還能創新高是不是厲害 真的很厲害 聯電就是啦 台積電是創新高還是衰退 台積電嗎 台積電是衰退 衰退 衰退 所以你在怕什麼 謝謝老天 謝謝你們 連三星都要這些訂單的 謝謝你們 是不是 那你不要 我要 我跟你講我還是其他 居然那時候有答 笑笑笑笑 大家笑我 那現在不是很開心嗎 不是酸酸甜甜的感覺嗎 很甜蜜 好不好 一樣 你看 今天你是啊 長東行 怎麼看 很多人喜歡看我股票 為什麼 喜歡看我節目 為什麼 因為我還是講得很實在嘛 長東行今天又拉了 是不是 長東行在那邊打底 然後長東行你看喔 長東行是3月3號的時候 準備晚上 沒有創新高 可是看得出來他是準備晚上對不對 沒有錯 他也是本來要創新高 你看喔 如果他油價這麼高 還可以長成這樣 油價下來也不得了 那你覺得油價會下來 我覺得會 為什麼會 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低估 你低估人們的瘋狂 什麼意思 我確實在能不能 但我正在講 當然人們可能會更瘋狂 是 可是長期而言 我覺得這種替代人員 出現的情況之下 比如說像電動車 你對石油的一個 的一個 需求就下降 需求會下滑 對 你懂不懂的意思 那你雖然現在那個 那個業有比較少了 還是 畢竟還是有嘛 一些新的技術還是有 是 那我要講的情況下 你看 你看以前的石油危機 為什麼石油危機 還有另外一個事 對我完全跟你講 以前石油危機的時候 如果我沒記錯 美國 是石油 產出國 還是需求國 就是 之前 美國是產出 假設我 沒有 1970 1980年代的時候 如果我沒記錯 美國是需求是 怎麼樣 是石油需求 不是產出 可是現在是石油產出來 需求國 產出國 是 我最喜歡節目了 這個東西回去要查一下 我覺得我邏輯可能是對的 是 這很重要邏輯喔 你相信我以後會有華爾街分析師在講 如果我記者沒錯的話 以前是 就是以前他們是需要石油 他們現在是可以供給石油出去 這個部分是俄羅斯石油來 這個是很多貿易的問題 可能做價差怎麼樣 可是現在美國是有人力把石油給 供給人家的 是 如果沒記錯的話 是 那 不論怎麼樣那是不是對石油危機來解 美國的石油危機而言 是沒那麼嚴重 對 這很重要邏輯喔 妳相信我 妳都妳聽得懂我意思嗎 對 就是大家都說 停滯通膨停滯通膨 可是對美國來講 他的不會那麼嚴重 他是取決於這疫情之後的一個發展 好不好 所以這個邏輯很重要 這個我節目 說要不講 少講一點總經驗講蠻多的 沒關係 可是今天也講蠻多股票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喔 這產榮喊噴巨 那你看喔 不論產榮喊 2603 今天產榮就展的 肉眼你看 所有裡面是不是產榮最強 我從去年就講說產榮最好 那時候萬海一直展 主力要拉在旺海 so what's 我還是告訴你長榮最好 然後現在呢 還有陽明怎麼樣 也是不錯 陽明明補漲嘛 這時候補漲很厲害啊 是 然後呢 誰最弱 你去看 旺海 是不是 看著又 啊 還愛靈心啊 人生就這樣子啦 好不好 人生苦短啦 所以這個旺海就是這麼弱勢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是 今天的股票來 6477 我已經從技術教學告訴你喔 之前3月3號的時候 台股本來要有比較強的時候 那些股票準備創新港 那都是後來的強勢股 你看我一堆股票 欸台股今天跌168耶 結果呢 看起來一堆股票還在上漲 這行情 欲小不易啊 這是萬論 然後還有很多股票咧 還有這個 今天它什麼 這個博智 最後硬要拉尾盤 55價裡面 這兩檔股票 有夠強勢 所以你想看你要財產分析師 同學 我當然預告 我覺得這個和平協議 近在眼前 雖然現在又停止了 可是我跟你講 習主席的這一步 我覺得會促使 否定不得不和而談 這也代表中國的經濟比強中差一點點 可是危機是轉機 不論多或錯一切 一切一塊錢片 看清楚 我們的安吉 我們今天怎麼樣 又大展了 對 脖子又要拉尾盤 看起來股票 好像他該走他這樣的路 該走自己的路 所以你想要找下一檔標股 歡迎連線下旬 008006280085 00800來來8085 在打電話之前 現在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是不是要第一名分析師 那你選對了 謝謝各位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通知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可以撥打專線 0800668085 榮耀黃耳間 我們下周見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A178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S178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最後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